好 那咱们接下来来去看一眼 我们在上节课呢 把这个关于这个read风格说完了 说完成之后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定义后端视图了 那咱们在定义后端视图的时候呢 咱们尽量也全部都是按照这样的read风格来进行相对应的定义 所以呢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所接触到的第一个视图函数呢 就是关于让前端去获取不变吧 关于让前端获取不变的话 那我们说了这样的一个路径应该怎么去定义啊 怎么去定义啊 咱们先来看一下 那我让前端进行访问的时候呢 可以让他怎么去访问呢 访问的话应该正常情况下应该是127.0.0.1 对应的是我们现在前面是不是有前缀啊 有一个API 然后呢斜线V1.0吧 再往后走是不是就对应到这了 对应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说了应该摆出来的资源 那当前的资源什么资源呀 是不是个图片验证码啊 所以咱们写一下 叫做图片验证码资源 Cose 是这样的资源 而且呢 现在你是不是相当于是向 从前端向 向我后端去索要这个资源呀 那对应的访问方式 应该是干准的方式 访问这个路径吧 向我去要去这个资源 然后简单再看一下 那在要这个资源当中 需要用到什么参数啊 我们说了你前端在向我索要资源的时候 实际上是不得把对应的那个编号也带上呀 也就意味说 你要的是图片验证码 在图片验证码是多少 你也得带上呀 所以按照刚才我们所说 应该是你拿端线来进行分割 后面包上它对应的ID编号就可以了 对吧 包上这样的编号 所以能把它比如说就叫做 emage code的ID 可能就是把这个东西传到这儿 所以呢 这样的路径就进行完了 这样的路径进行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咱们来去看一眼 我在这里是不是把它实验一下就可以了 应该是emage code 然后呢 对应的 我是不是要提起参数了 那提取这个参数的话 我们现在来看一眼 那这个参数应该什么类型的呢 我们再让前端去生成这个编号的时候呢 让它生成全局唯一的编号 所以这个编号呢 当中可能会出现字母 也就意味着说 它是字母数字啊 还有部分线的东西 那也就意味着说 它实际上是个字不算 什么字不算就可以了 那你说我在这个地方 是用我们自己写的RE呢 还是直接可以去利用它的那个默认的转换器 那个字不算了 那句想了 默认这个东西的话就可以了 原因就在于 这个ID的编号 是否必须得给我传呀 不传是不行的吧 我们之前在去讲这个 ATML的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之所以用自己实现的一个原因就在于 这个地方是否可以不提取来参数啊 但是图片验证码就不一样了 图片验证码这个地方 我在提取参数的时候呢 你必须得把编号给我 没有这编号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使用它默认的这样的一个转换器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教练 那这个转换器 它锁定的提取参数名字放到这儿 那诗图函数当中也要定乱完 在这诗图函数当中要去接收 接收完了之后 那我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往下走了 对吧 咱们再让你们去写一下 那对应的 还有一个参数 param 这param什么意思呢 image code id 它所对应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图片验证码编号 图片验证码编号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 咱们去写一个后端视图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有一个套路存在的 有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我们基本情况下 也能给它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个部分呢 一般是提取参数 或叫做获取参数 获取参数指的意思是说 你前端当中很有可能要给我传递一些数据 那我得先把数据拿过来 第二部分呢 是检验参数 我要去看一下 你给我传送的数据 是不是合理的 是不是有效的 第三步 当我检验完成之后呢 我要去做业务逻辑处理 要做业务逻辑处理 然后呢 做完业务逻辑处理之后呢 再去决定返回值 这是我们总裁 在去写后端视图的时候呢 一个基本逻辑了 那咱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先来看一下 对于这样的一个视图来说 对于这样的视图来说 它的一个路径已经定义完了 然后呢 传的参数 这里面在路径里面 已经有一个图片验证码号 图片验证码的编号了 那除了一个参数之外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需求当中 前端还需要再给我传别的参数吗 不需要了吧 是不是只要有一个编号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参数呢 已经在这里面已经获取了 而且是必须有的 所以呢 加大于获取参数就不用了 那检验参数呢 检验参数就专门检验一下 你传完的参数据 那当前这个emake code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要检查传被传 我们给它放到路径当中的话 如果不传 这里面视图函数都进不来 所以呢 这个检验已经检验完了 所以也不需要操作 那接下来就是做的 是业务逻辑处理了吧 那业务逻辑处理的话 针对于这个视图来说 我们要做什么工作呢 刚才咱们是不是已经也写完了 要生成一个图片验证码 然后呢 再把真实值保存到这个关键当中吧 所以咱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就相当于是生成 生成图片验证码 现在生成验证码图片 验证码图片 这是第一步 然后呢第二步将图片 将这个验证码真实值 真实值 与这个编号保存到Redis中 然后呢第三步的话 不相当于返回了 返回的话直接就是返回图片就贵了 返回图片 这是关于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再去写后端视图的时候呢 通常情况下就是说 如果大家没有任何思路情况下 怎么办呢 把你的逻辑分析清楚之后 先把注释写在这 把注释写在这之后的话 然后呢 一行一行注释去实现里面所对应的逻辑 所以咱们先来看一下 要去生成验证码图片了 那生成验证码这个图片的时候呢 咱们怎么去做呢 这个图片的话那应该是在张国的时候呢 应该有去说过 那咱们可以就不用再去写这段代码了 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资料里面呢 也有人已经把它形成好了 所以呢 咱们可以直接拿回来去用 在哪呢 就是我们跟他说过的 这个capture这样的压缩包 咱们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呢 我们把它拿回来 那当前这样的一个包呢 实际上还不是一个成熟的 就是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库 而是只是人家把它写好之后 封装好的这样一个工具包 所以呢 那我们把它拿回来 咱们要给它 放到咱们的目录里面 放到咱们的目录里面的话 因为它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包 所以呢 咱们给它放到哪呢 我们给它放到咱们的工程目录里面的 utilities 如果是已经读了一个安装包的话 我们要给它放到labs当中 现在咱们给它放到utilities 放到这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专门用来生成图片验证码的 所以咱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们把它放到这里面之后 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呢 那当前这里面有一个叫做capture 是这样的.py 这是它所用到的 所封装好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看哪呢 咱们就往上走 往下走 这些都是它去实现的过程 到最后的时候呢 看一下怎么去用呢 它这里面要去创建 它把这个封装了一个类 然后呢 在这个类当中提供了一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要首先通过这个方法 来获取这个类的一个对象 紧接下来 直接调用这个对象里面 叫做生成图片验证码的 这么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那生成图片验证码这个函数 它要去返回什么样的值呢 我们看一下 它已经不需要接受三数 但是有返回值 咱们把它点一下 点一下当中 对应的就是这个函数了 那这个函数当中 这里面是最终的返回值了 所以我们把它再点一下 那对应的是哪个方法呢 就是这个方法了 这个方法再去返回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它会返回什么东西呢 它会返回三个值 第一个值呢 是给它给这个图片验证码 起的一个名字 第二个值代表的是 图片验证码的 真实的那个文本 第三个值代表的是 图片验证码那个图片的 真实的二峻质数据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 调用它来进行输讯 所以回过来 我们来看一眼 咱们就可以直接 利用这个工具 来进行操作了 首先要去生成图片验证码 我得把它导过来 导过来的话 那这个包在哪呢 咱们还是去导一下 从哪呢 从iHome当中的 iHome里面的 iOtios当中 有一个capture吧 对吧 有这个capture 所以把它导过来 导过来之后呢 这是当前的capture的包 里面是吧 它要capture模块了 往过来 capture模块当中 我们再往里面去导的时候 在这个模块里面 是不是他已经给我们创建好了这么一个对象啊 所以我直接就只使用这对象就可以了啦 这对象也叫做capture 导过来 导过来之后 那我接下来就可以直接去利用它了 那就像他所去写的一样 capture当中去调用 然后呢 里面是generate capture吧 调用这个方法 它会给我们反回来三个值 一个是touch的名字 然后呢 name 然后呢 一个是文本 tess 还有一个图片的真实的二进制数据吧 image data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把图示写一下 这个对应的是名字 然后呢 第二个是真实文本 第三个是图片 图片 数据 好 有了这个东西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去利用的时候就相当于第一步已经完成了 可以做成功能的 可以把文本跟图片数据保存到redis当中了吧 对吧 可以将这个图片返回 然后呢 把真实文本 以及对应的这个编号保存到redis当中了 那这时候要去设定了 你说保存到redis当中的话 我们这个redis里面是不是相当于有一些数据类型的 我们应该选择哪种数据类型 昨天是不是让大家去 去复习了一下redis 去看吗 有去看吗 redis当中有哪些数据类型啊 看一下redis当中的 redis当中的这个数据类型都用哪些 有字符转 然后呢 有列表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 有哈希吧 哈希之后呢 还有集合吧 有这个set吧 还有个zset 有序集合 所以这是它最常见的东西 那好了 你现在来看一下 然后呢 这是它的存放类型 那你说这种存放类型指的是 这个数据指的是什么样的数据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 redis当中在去保存的时候 redis这个数据库是什么样的数据库啊 是建值对的数据库吧 所以也就是说在redis当中保存的时候 所有数据是不是都得有一个建名字啊 对吧 它相当于是建名 是这样的k 然后后面才是对应的那个数据的吧 然后我们说的redis当中能够保存的数据东西 指的是这个里面的k所对的那个值 可以是字符块 可以是列表 可以是哈希 可以是游戏集合吧 是不是这样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要决定什么问题呢 咱们要解决的就是 要把真实的值跟这个编号保存到redis当中 然后呢 在保存的时候 这里面是不是还要去设置有效期啊 对吧 还要去设置有效期 设置 有效期 因为redis当中保存数据呢 它就能够维护有效期 一旦过了有效期 redis会自动的删除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那咱们在这里面应该选择哪种类型啊 选择哪种类型的 首先我们来去看一下 那我们要去保存的时候呢 有两个值 一个是编号 一个是真实值 要保存这两个值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选择哪个东西 你要去考虑东西就相当于 如果去选择列表 或者是选择哈希的话 相当于是 把所有的图片验证码 你不都要保存到里面去 是这个意思吗 就相当于 我们已经跟大家去说过了吧 相当于什么东西呢 我们跟大家说过的东西就是说 我最终在redis当中保存的时候 是会保存多个图片验证码的东西吧 所以才会有的编号跟真实值了吧 是会有多个数据的 有多个数据当中 也就意味说 你要把这多个数据 是存成一条记录呢 还是存成多条 多条记录呢 是关于这样的东西 那我能不能给它存成一条记录啊 能不能存成一条记录 可以的吧 那么比如说 我现在在redis当中 我就给你建一条记录 然后呢 这条记录我给你起名字 起什么名字呢 我给你起的名字 比如说就叫做 redis 比如说就叫做imagecode 就叫做这么一个件 叫这个件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把所有的图片验证码的编号 跟真实值都放到这一条记录中 能不能行 能行吧 那我如果都放到这里的话 那你怎么去放 我选择什么类型 选择列表 列表的话怎么去存放 你说在列表当中 我再存放哈希吗 不是这样的啊 你要注意的就是说 在redis当中 哪怕是列表 哪怕是哈希 哪怕是有趣集合 最终在这些类型当中 存放的数据 仍然只能是字符传数据吧 这一点是固定的 它跟你python里面 列表里面 存放字典可是不一样的 最终你哪怕是列表的话 你最终里面存放的 仍然都是一个一个的字符传 这点大家要清楚 如果你选择列表的话 你在这里面怎么保存值啊 怎么保存值 你说是保存这个编号呢 还是保存真实值啊 我们是编号跟真实 得有对应关系保存进去吧 所以你这个列表 是不是肯定第一个 就被排除掉了 所以反正在哪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保存哈希能不行 哈希什么东西 是不是剑之对啊 所以我在这个字典当中 怎么去保存啊 我以谁呢 以图片验证码的编号 比如说就叫做编号1 我以编号1 然后去保存 作为它的剑 它值呢 作为真实文本吧 可不可以这样 真实文本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呢 可能还会有一个编号2吧 比如说来写一下 比如说就是ID2的 ID2的这样东西 它的值多少呢 也就是说第二个文本的值 是不是可以按照这样 保存啊 按照这样方式保存之后 那你回购出来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去做呢 我这要去做的话 得结合着谁呢 得结合着我在去取用的时候的话 得如何去获取值吧 对吧 我在底下第二次接口的时候 我要从这里面往外去拿值的 从这里面往外去拿值的时候的话 怎么去拿呀 那你说在转据当中 能不能从这个哈希那些当中 沾门只去提取一个剑呀 能去提取吧 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吗 哈希没有去学过是吗 好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样 什么样的意思呢 在right当中能够保存自乎传 能够保存列表 能够保存哈希 那这些当中 自乎传比较好的一些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两件质对吧 那如果是列表呢 保存到列表当中的话 那这个列表 给我们在Pathom当中所做的列表 是类似的 你可以向里面去保存 这样的数据 当然这个数据呢 它可以按照先后顺序 往里面去存 但是呢 这个数据的话 要求必须只能是 自乎传的数据 你没有办法往这里面 去存放一个 这样的字典数据 在right当中 是不像Pathom里面的列表的 它可能有本质的区别的 在right当中 所有的数据呢 它都是建立在 自乎传的基础之上 制作的 哪怕是列表 里面保存的数据值呢 仍然也是自乎传 这点大家是需要清楚的 所以你先来看一下 如果是自乎传的情况下 我要去保存的时候呢 我还要把一个图片的 编号跟真实值保存下来 那你说在这里面 一个元素一个元素 都是自乎传 难道你说我在这里面 每个自乎传当中 我用这个编号 自己来行工作吗 编号 然后呢 我再找一个东西 已经分割 分割之后 我再把真实值 真实值 放到这 作为一个元素 我在去取的时候 也按照这样方式 往外去取 可以这样方式吗 是不是很麻烦呀 而且你看一下 我在去取的时候 我们最终取的时候 是不是得凭借着编号 从redi当中 我还记得啊 那你说这个 哪个编号 是存到列表当中 第几个位置啊 我得知道吧 难道我还得 一个一个过滤吗 是不是肯定不方便呀 所以这个列表 是不方便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在redis当中 它也存放着哈希值了 在redis当中 存放哈希值的话 那这个哈希 什么意思呢 就跟在python当中 所存放的字典 是一种方式了 也就是说它里面 在这里面的话 这个值还可能 再作为 见识盾的方式 还可以再作为 见识盾 也能够保存 多个相对应的数据 你保存多少个 见识盾都没问题 但是有一点 这个见识盾 仍然必须都可以 自不转 见识自不转 值也得自不转 这是关于这样的点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 那我们再去操作这个 再去操作这个redis的 这条记录的时候的话 我们要去明白 就是说前面的这个东西 代表的是redis当中 我们之前所需存放的 那整个记录的标识 那个见 而后面那个值呢 是代表的哈希的 那个对象 这哈希对象的话 里面又是个字典 那这个字典当中的 这个见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 你可以把它叫做字段 也可把它叫做欲 都可以 这是关于这样的点 那关于这样的哈希类型的话 这是哈希类型 哈希类型 那哈希类型的话 我们在进行存取操作的时候呢 可以怎么去存取呢 在这个哈希的类型当中 有一个做到做 如果说我想进行保存的话 是h 然后呢hset h就代表哈希的意思 那之前咱们再去学这个redis当中 如果设置的周转的话 是不是直接是set的命令呀 你现在操作的是哈希类型 所以呢再去保存数据呢 就是hset 是这样的命令 然后hset 这个命令当中的话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可以 如果在python当中进行操作的话 就是hset 里面去传入数据值了 传入什么样的数据值呢 在python当中进行传入的话 首先 你要设的整条记录 是谁 比如说这个整条记录 我不是起了名字吧 是他吧 所以这是我整条记录的名字 我放过来 放到这个位置上 整条记录的名字 然后呢 你现在不是要操作整条记录吗 相当于 我凭着这个名字 就找到了哈希这个字典了 找到哈希字典之后 那你要进行设置的话 是设置这个字典当中的 哪个字段 或者是哪个域 或者说哪个键呢 我在后面再去写一下 比如说 我可能有一个编号是多少 比如说就是idv1 好了 我把id给你放到这 那我就相当于 通过这样方式呢 会在这个哈希的字典当中呢 添加上一个键 idv1 然后呢 你先来给这个键 所对应的值是多少呢 我往后面再去写 比如说是1 比如说是2 是什么样的值都可以 那它对应的 也是字不转的方式 比如说就是apc 好了 放到这 那放到这之后 那这句话 就会给这个对应的键 再去填写一个值 是这样的方式了 这个方式 大家明白这意思吗 一次去设置一条 然后呢 那我接下来 如果在设置第二条的情况下 怎么办呢 你再去执行这样的命令 如果通过这样的命令的时候呢 这个image code还是找到了一个字典 如果之前从来没有字典 它会给你新建哈希斯 如果有了一个字典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字典调到了 然后再来看第二个值 第二的话 代表这个字典当中的键 如果从来没有这个键的话 它往里面c 如果有这个键的话 它会把这个键的值呢 给你重新设置为 你指名的这个值 是这样的意思 就跟你操作字典是一样的 那比如说我现在呢 再去操作第二的话 比如说id2 好了 就是这样的话 它又会在字典当中呢 再建一个字段id2 然后呢把值给我放进来 是这样的意思 大家都明白的意思吧 这跟你操作字典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你直接在操 redis当中怎么操作的 redis当中 redis还有具体印象的 能操作吗 首先是redis client吧 进来 进来之后 case型是不是能查看所有的值 对吧 能够查看所有的值 那么现在来先看一下 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hset hset的话 这里面是不是还没有任何值 让比如说把它叫做image 咱们写一下 在这边直接写了 image 比如说要做image code 然后呢 我给你设置为ide 然后呢 它作用的值是多少呢 比如说就是abc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它已经给我保存进去了 然后呢 我比如说带来一个设置 hset image code 我还给你设到这个数据里面去 然后呢 再进一个键 你看下 它这个键 不叫做fuel的 叫做键 对应的字段 叫做id2 我比较叫做什么 def 又给你设置一个值进去 然后呢 如果这时候 我想进行查看的话 想要去获取 怎么获取呢 获取的话 就是h 还是代表哈希 这种类型的词句 然后呢 我想要去获取的话 hget hget的情况下 我得先去找 你说的是哪一个 那条记录呢 你把记录的名字告诉我 我刚才设置的记录 是不是叫做imagecode 对 是imagecode 我要去取它 取它的情况下 然后说了 你要去取的是 这一条记录当中的 哪个值呢 你得哪个字段 你得告诉我吧 我刚才已经是存到一个ide 一样 所以把ide告诉你 看一下 它是不是就给我反出来了 在这个字典当中的 那个ide的键 存放的是abc吧 那相对应的 我如果再去获取 idr的时候 往这里放放 是不是dx就出来了 这是关键东西 那我如果说 想一次性把字典的东西 全都获取出来的话 我们去获取了 hget out hget out的话 你就把对应的 这个字典的这个名字 imagecode放过来 然后呢 接下来 你看一下 它就给我反出来了 它是按照这样的方式 ide是键 它的值呢 是abc idr是键 它的值呢 是df 这是关键东西 那你先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字典能会用了吗 那这张台是在 在ready当中直接操作 如果你回到python当中的话 就是把刚才的这个hget 这几个参数呢 回过来 换成函数就可以了 相当于hget 对应的imagecode code 然后呢 我要去获取的 比如说是ide的方式 ide 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呢 它就会把那个值 作为函数的函数值 返回给我们了 是这样的意思 好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采用 这样的哈希 这类型的话 能不能达到我的目的 能达到我的目的吧 我把所有东西都 都送进去了 但是有一点达不到 哪点达不到 我是要设置有效期啊 那你在ride当中 在维护有效期的时候 它是以什么东西 为单位 维护有效期的 它是以 不是说时间的单位 它是以数据的级别 它实际上是不是 以每条记录整体 来维护一个有效期啊 如果一旦 过了有效期的话 整个记录 就会被删除了呀 对吧 所以如果我把所有东西 全都给你存放到 字典当中的时候 那我这时候 一旦过了有效期 好了 整个字典全被删了 因为它是 以前面这个名字 以记录的名字 作为维护有效期吧 所以一旦 有过了有效期 整条记录 全删除了 那就相当于 好了 那所有人的图片验证码 都被删了 那这符合我的需求吗 不符合吧 应该是 每个图片验证码 自己都得维护一个有效期吧 是不是要这样的方式啊 所以 你现在虽然能把这个所有东西 能保存进去 也能取出来 但是呢 对于有效期的话 它就不方便了 所以此时的话 对于这东西 我们是不是这样 就要pass掉了 这个相当于 采用哈希 这东西能维护 使用哈希 只用哈希 维护有效期的时候 有效期的时候 只能整体 整体设置 只能这样整体的来进行操作 所以呢 不是很方便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那我直接给它单条记录的设置 是什么可以啊 对吧 我可以单条记录 一条记录 一条记录 有一个图片验证码 我就给你设置一条记录 是不是可以了 所以 如果我单条记录 已经凑了的话 咱们可以选择什么类型的 就是直接去 还需要选择字典吧 不需要了吧 选择普通的字符算 是不是可以了 我就把编号 作为你记录的编号 是不是可以啊 我就把这个图片验证码 编号 作为你在DIDES当中 保存那个鉴名 然后他把值作为你的那个数据值 是不是就可以啊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的方式啊 相当于是单条维护记录 单条 单条 维护记录 然后选择什么东西呢 选用 选用 字符算类型 选择字符算这个类型的话 那相当于怎么做呢 我在REDI当中 在进行保存的时候呢 我要去给你创建 那个记录的编号了吧 记录的名字 那这个名字的话 比如说咱们通常情况下呢 还是给大家加上一个前缀 问题就是说 我在REDI当中呢 会保存的好多记录 我可以通过这个前缀呢 能够知道 这个记录保存什么样的值 所以呢 比如说我就把它叫做image image code 我加这东西 但是呢 我为了今天区分 每个图片一种码 所以呢 我把这个编号 给你拼进来 怎么不行啊 完全可以吧 所以相当于 这里面再加上编号 编号 然后呢 作为整个记录的那标识 然后呢 我把谁呢 我把真实的文本 是不是作为它的值就可以了 真实值 给你放到这儿 好了 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就相当于 那就有可能说是 有一个记录 它的编号为1 那它的真实值 就有一个值 然后呢 还有一个图片验证 把它编号为2 那好了 还有一个值 那我就给它做成这样的方式 就相当于 我把编号 给你存到这个 当做它的记录底的件 是不是相当于编号 跟整个值都存下来了 而且我还能够单独的 一条一条的 去维护它的有效期吧 每个有效期 可能都是 就相当于 什么时候开始的有效期 都是不一样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的 好 这点也完成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 咱们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那我在进行操作的话 咱们怎么进行操作呀 是不是相当于 我得操作Redis数据库了 操作Redis数据库的话 我们在建了Redis数据库的 一个实例 昨天是不是已经建好了呀 对吧 在iHome当中的 这个init文件里面 我们看一下 在iHome的init文件里面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Redis store 我们有吧 所以咱们给它导过来 咱们先给它引去引 导一下 从iHome当中 咱们去导入一下Redis store 这是我先建立好的Redis连接 然后呢 我要进行操作的话 咱们就选择单条巨库来进行维护 所以呢 直接使用的就是Redis store当中 怎么进行操作呀 字符传不应该没说过了吧 不应该是set呀 对吧 通过建立好的对象 直接set操作 然后呢 我去直接设置建设对 是不是可以了 设置名字 名字的话 按照我们的约定 把它叫做imagecode 然后呢 我去把编号拼进来呀 把编号拼进去呀 所以说编号是多少呢 这里面imagecode 是不是有了 我把它拿过来 这是对应的那个键 然后它的值 我往后放 值是什么东西呢 刚才这边有真实的文本啊 Tex吧 所以我给你放到这儿 我给你存进去 存进去之后 它就帮我保存了 保存完之后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实际上是不是还要维护它的有效期呀 对吧 我还要在专门给它设置有效期 RedStore当中 我要进行设置有效期 怎么设置 E X P I R E吧 是不是这样的函数啊 通过方式来进行设置有效期 设置有效期的话 是设置哪条记录呢 是imagecode 百分号S 是这条记录的 imagecode code ID 是这条记录的吧 然后呢 我要给你设置为多长的有效期呢 就相当于过了多久 RedStore会把它删除吧 所以这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了 你比如说多长时间呢 两分钟 三分钟是不是都可以啊 所以我们可以放到这里面去写了 比如说如果咱们给它写的制为多少呢 比如说这种制为三分钟有效期 那对应的RedStore当中在接受的时候 它的时间是不是有多少 是秒为单位吧 应该是180秒吧 这样一种东西的话 180秒在这里面实际上也是一个数据呀 那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尽量还是遵循那个原则 别在这里面写死 你应该给它提出去 提出去之后 我应该有一个地方能够看到 你在整个程序当中 所用到的所有业务逻辑里面的一些细节参数问题了 所以那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就像我们在这个微信里面给大家提出来的 我在上面是不是还建立过一长量啊 保存APD开地 保存这个token吧 所以这个值也是一个长量 一旦设置好之后 就不会变了 所以我要把它提出来 那这个长量当中呢 很有可能在别的地方也会用得到 所以我们还会在这里面再来去重新再来建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我们通常会把长量也给你保存到一个文件当中来 那我们把它叫做什么东西呢 叫做constance constance这个东西呢 就是代表长量的意思 我给它放到哪呢 放到独立于蓝图之外 放到iHome这里面同级了 就跟这个models同级这里面 简单了 我在这里面去专门保存长量数据 保存长量数据的话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去写一下 写一下东西 当前我要保存什么东西呢 保存的就是图片验证码的有效期 图片验证码的redis有效期 所以我在这里面可以去建立相对应的名字了 这个长大的话 什么叫全不自明全大写上 所以 比如说把它叫做emage code图片验证码的redis 对那有效期espire 比如说espires 是关这东西 然后咱们把这个东西单位秒 我们写上 单位秒 然后呢它是多长呢 比如说咱们给它设定的就是说 180秒 放到这 好的这个长量写完成之后 那我回过后来 是不是就得去导入啊 对咱们导入一下 从哪呢 从iPhone当中是导入consents啊 从iPhone当中导入consents 导入过来之后的话 我几下这个地方呢 就直接去使用consents当中 刚才写好的emage code 的redis有效期 所以通过这个名字 你也能就让别人知道 原来在这个地方放的是一个有效期的参数 这是关键证点 这一点放完成之后 是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去保存了 保存完之后就可以返回了 但是你看一下 在redis当中 如果你设置的是这个自付赚类型 实际上这两步操作 有一步就可以完成吧 还有哪个东西 实际上没必要我们给它做成两步 而是说在redis当中 如果是自付赚类型的话 设置值跟有效期可以一步完成 甚至哪个东西呢 redis当中有一个叫做set 取的是前面这个命令 然后呢 ex代表是取的第二个命令 set的ex就代表设置值 同时设置有效期 这是关于把它两步融合为一步了 所以呢 再去设置的话 第一个参数呢 仍然是你保存到redis当中 所对应的那条记录的名字 好了 还是imagecode 对应的id 是这种线 然后呢 但是你要注意 第二个参数 可不是直接是那个真实的文本了 是不是呢 你要先去写它的有效期 所以第二参数是有效期 第二 imagecode 第三个参数才是你对应的这个键的那个值 这是setes它所对应的这个参数的意义 所以这是记录名 记录名 名字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 有效期 第三个参数 记录值 这是这三个参数 它所定的意义 然后呢 我们就放到这了 放到这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往下走了 对吧 但是 咱们在这里面呢 还没有做完 原因在于呢 原因在于 我们去想一下 我们跟Redis之间的连接 咱们去看一下 咱们跟Redis之间的连接 是通过什么方式 是不是配着了一个IP地址 加端号啊 也就意味着说 进行的肯定是网络连接吧 那有没有可能网络连接发生中断啊 有可能吧 我自证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是可能会被部署到两台机上面 所以很有可能出错吧 一旦出错的情况下 那你现在回过出来 在这个地方进行操作的时候 是一句话 是不是都有可能执行不成功啊 虽然呢 指令都是网络连接的 但是很有可能都执行不成功 原因在于Redis的连接 已经有问题了 所以呢 再相当于 我们在这里面去 可以去捕获一下异常了 Exception 那在这里面 在去捕获异常的时候呢 应该是捕获的是 具体的异常了 那咱们在这里面的话 对应于这个Redis的所有错误呢 咱们通通的都给它划分到一个类里面 所以咱们就可以直接去给它访问到Exception 这是所有异常的负类吧 所以我就把所有的异常都给你捕获来下来 因为我如果不捕获异常的话 只要这个方式出现问题的话 我整个程序这个失踪函数就崩溃了 所以会向端报错 我不希望向前端去泡路这样错误信息 所以呢 我把所有东西全都给你去记录下来 去捕获一下 然后呢 我去捕获一下 这个异常所说的相 这个Exception 这个Exception SE 这个语法见过吧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说了 这个地方的话 咱们要做什么工作呀 捕获异常 最主要的第一步操作 一定是说 要把错误信息 你得记录到日志当中吧 所以记录日志 这个日志就太常用船了 记录日志 那记录日志的话 怎么去记录呢 我们是要去导入那东西了吧 从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从plus当中 去导入current app 然后呢 调用current app当中的那个logger方法 logger 然后呢 当前肯定是属于异常错误吧 所以应该是 error 使用这个级别 我们把它记录下来 我们现在在写的话 不要去 就是我们根本就不用去关心 最终在配置文件当中 到底是哪个级别 反正我觉得这里面有必要 那好了 我就在这里面直接去 有必要 我就在这里面去记 然后就按照 他所的信息的等级去记 就可以了 最终这个东西 要写不下去写文件 那别人再去写这个地方的话 由他来控制 我这里面就直接去写信息 就可以了 这个意思大家明白吗 就相当于 这句话的写 跟上面这句话 在你考虑的时候呢 是独立考虑的 我相当于 我要记录什么信息 我就去写 然后呢把我想记录的信息 你代码的话 是全都落实到这里来 就相当于我昨天 在给大家演示的时候 我把我这东西 四条东西 全都写到这了 写到这之后的话 但是代码虽然是写了 但是里面的内容 不一定真的 全都写到文件当中 这个内容的话 哪些写的方法 哪些代码的内容 会被写到文件当中呢 在由你的配置文件当中的 这个login的级别 来进入了 所以是独立的考虑 那我在这里 你觉得有必要 我就要往这里写 所以这是R信息 那咱们记录什么东西呢 咱们就相当于 我可以把刚才 你给我抛出了一场信息 就会记录到这 对吧 那你在这里 记录日志信息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去写全一点 比如说什么东西呢 是哪个试图函数当中 抛出一场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 不写的一个原因 在于哪呢 咱们写日志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写了 是哪个文件当中 第几行 抛出一场吧 所以相当于 它就能够直接去找到 这个文件当中的 第几行 写出一场信息了 所以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 凑数信息给你记录一下 就可以了 就是说这里面 写的这个意义呢 会作为最终在日志文件里面 写的这个message信息 相对于呢 前面定位就都有了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记录一下 记录一下之后 然后呢 接下来 咱们再来往去卡回了吧 对吧 那你先来看一下 都已经记录错了 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我还有必要把图片给你返回吗 我把图片给你返回的话 那前端是不是以为是正常情况下 还可以去使啊 那去使的时候 那接下来再进行验证的时候 那我后端当中 是不是根本都没有编号啊 没有编号的话 你拿什么进行验证啊 是不是后面都完成啊 所以就相当于 这里面一旦出现错误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决定了 我就在这里面 没有必要再给你返回图片了 所以就相当于 我们再去学一下 正常的情况下 正常的情况下 返回的是图片 验证码图片 然后呢 那错误的情况下 或者是异常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你 抛出一个错误的信息啊 返回错误的信息 那我们现在去约定了 我们后端当中 所跟前端的 反而有的返回信息 通通的 全部都是以 这样的一个阶层方式 跟前端的沟通 全部都是以阶层方式 返回数据 异常的情况下 返回阶层 返回这样的阶层数据 好了 返回这阶层数据的话 那接下来 咱们来去看一眼 我就要去返回阶层了吧 所以咱们就写一下 return 怎么去返回呀 阶层的ify吧 所以咱们再去导入一下 从plus当中导入 阶层的ify 然后放到这儿 return 阶层的ify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然后按照咱们的约定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去写一个状态码 还是凑信息 比如咱们把它叫做error number 错误的编号 放到这儿 然后还有一个error的错误信息 message 这是咱们自己约定好的 就是给它约定这两个东西 然后现在再来看一下 那错误的编号 到底怎么去写呢 我们可以按照之前 咱们在讲试图 讲那个图书做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自己去写编号 有什么一代表的东西 二代表的东西吧 然后现在我们在工程当中的话 都有一个约定好的东西了 这就是我们昨天跟大家去说过的 在咱们的资料当中 已经提前把对应的这样的一个编号 响应编号都已经做好了 那我们把它拿过来 这把它拿过来之后放到哪儿呢 因为也是在所有时候当中都会用得到的 所以我们仍然放到iHome当中的 这个Utils里面 这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我们还给它放到这儿 粘过来 粘过来之后 回过出来 咱们来去看一眼 在Utils当中 对应的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这里面有一个Response Code 看一下 这里面对应好了 它是什么定义呢 它把所有的状态码 对应的真实的要返回的值呢 是还是这样的数字编号 但是呢 我在程序代码当中 如果写这个数字编号的话 还不太清楚 所以怎么办呢 就把数字编号 跟这个文本的这个东西 跟英文名字 给你对应起来了 然后呢 并且放到一个类当中 所以我在去使用的时候呢 比如说 我要去返回什么信息呢 我想要返回一个数据库 一条 Red是不是数据库一条 比如说 想返回一个数据库的 这样的查询错误的话 就相当于数据库查询错误 那我对应的什么用呢 我就直接操作 RET里面的 DB data DB error 直接操作它 那最能拿到的一个真实值 就是4001 所以通过这样方式 就返回前段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样方式来进行操作 所以 那我可以就去导入一下 从哪呢 从刚才 from i-home当中的 u-tils 里面的 刚刚写的是 response code吧 从response code 当中 response code当中 我去导入 RET 这个返回值的 封装好的 这样的类 把它导入 导入之后的话 然后呢 接下来 我在这里直接去写了 当前是不是数据互错误 所以应该是 RET 这个类当中 保存的哪个属性呢 应该是数据 现在看一下 底下资金的 英文跟中文的名词 应该是数据库的错误吧 所以应该是db error 所以最终反馈的是 401 代表直接写 RET db error 可以了 db error 放到这 然后呢 接下来 error message 由我们自己来去定了 但是在这里面去定的时候 我们要跟大家说明了 要写英文吧 对吧 相当于要去写英文 save什么image code 比如说是fail的 保存图片 保存这个image code的id 失败 你可以去写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去提这个东西 提出这样一点 但是我们在后面去写的话 咱们还是让你看的更清楚一点 咱们还是写中文 我给你放到这 应该是说是保存 验证保存图片 验证码 进行失败 好 放到这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再来往后走的话 当前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已经是 相当于 如果是异常情况下 已经处理完了 如果没有异常情况下 那我接下来 接下来再走的话 是不是就相当于 去可以反馈突变了 对吧 直接反馈突变就可以了 那我返回图片的话 怎么返回呢 return当中 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不是就是 响应体数据啊 所以你可以自幅串 也可以直接实验呢 也可以是直接 image data 往回反 就可以了 如果它就把这个值呢 就作为响应体的数据 就塞进去了 当前我拿到image data 是不是就是那图片的数据啊 它就把直接数据 图片的数据 塞到了响应体当中了 这是关于这样的 但是我们现在就说了 你现在返回的是一个图片吧 那图片的话 然后我们还跟大家说了 所有的返回值的 这个响应体当中 还有一个响应头 响应头当中 有一个content type 向前端描述了 我给你返回的响应体 什么类型吧 这种东西吧 那如果我在里面 没做任何处理的话 我之前是不是 带大家去见过呀 它默认是没懂类型啊 是txd html吧 那你前端很可能 就把它认为是普通的文本了 所以我们为了保存一致的话 是不是还得去改变一下它呀 我告诉你 这东西确确实实 一张图片 所以回过头来 咱们怎么操作呀 我实际上是不可以去 设置一下头啊 设置一下头的话 咱们可以怎么操作呀 就是两种方法呀 一种方法是使用 远走方式去设置头吧 另外一种方式呢 是不是还可以使用 make a response 直接操作呀 比如说咱们就直接去使用 如果使用make a mark的话 咱们去导入一下 make a response 放到这儿 然后呢 那好了 我再去构建一个想对象 它谁呢 make a response 把这个data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的话 我要去修改它的heater的话 修改 还有一项吗 里面是不是有heaters啊 heaters当中 我给你添加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呢 叫做content content对应的type 然后呢 这里面进行下设置 它应该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图片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image 比如说应该是gpg的 各种数据 就是这样的图片 这种一行 然后呢 咱们直接再去返回isp 是不是可以啊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的操作 好了 这时候呢 一个后段的接口 咱们就写完了